本集由新天龙八部 扣得要死 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华人华版的天龙八部 可谓是最经典的版本 其中包括近期才被人发掘的 星际网红 纠模智 能够和平僧打成平手的 世上没有几人 各位后会有气 其实金庸爷爷还悄悄的 将几个角色聊妹的现实结局 写入这部他最为复杂的小说 今天我就跟你们说一说背后的故事 说聊妹首先就得提 大理断正传断王爷 拥有地位和金钱 不仅善于甜言蜜语 最重要的是脸皮异常的厚 无论场合 无论情绪 情话是张口就来的 朽了刀下死 做鬼也风流 就算天打雷拼 我也要赶回来 看看我心爱的小坑 十几年来 我天天都在想着你 你叫我爸爸就想 宝宝 你叫我爸爸就想 当然你也可能说断王爷有钱 辽媒当然厉害了 你有钱你也厉害 错 你以为断王爷这么多钱 只有仅仅是因为有钱有地位吗 天真 不要忘了大理断世的传家神功一样之 不好意思放错了 反正就是你们不要以为 女神旁边的男人就一定只有钱 他可能还有言 而且还有一击之常 你就说气不气不 当然最终的结局非常现实 断王爷娶了刀白凤 而刀白凤是云兰百姨族酋长的女儿 跟大理国的王爷联姻 那是门当又互对 是稳定迷细的政治婚姻 虽然其他的前女友 不乏漂亮的有文化的 终究不过是过场 你们说现不现实吧 儿子段毅出生就含着金汤勺 准人民币玩家 一个石头出西游 前期副本就爆出了两本 绝世神功林波威部和北民神功 不仅如此 靠着先让外形 毫无压力地获得了 钟林和慕晚清的爱慕 然而她的内心 只有绝世美貌王语言 因为她毕竟家是显赫 从小要什么有什么 找媳妇不可能退而求其次 就是什么最好就要什么 有些个抽烟喝酒 纹身的好女孩也说了 等完够了再赵哥老实人 嫁了算了 这种思想特别的可怕 给社会带了特别坏的影响 在这里我必须要呼吁一下这些女孩 我等了很久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玩够 好吧 其实真正的老实人 也不是你想家就能嫁的 天龙霸布里的老实人虚竹 刚进游戏虽然是个屌丝 会员都没有 却误打误撞地 接受了NPC无牙子的无敌buff 直接就经验值满级 空有本领 但是至今都没有耍过朋友 实力老实人 虽然她没有段宇那样帅气多金 也没有乔峰那样霸气神武 辽妹靠的却是队友的神助攻 每晚都抓妹子过来 共处一室 然后开足空调的冷气 自然而然就实现了 热体上的摩擦趋乱 根本就不搞什么 早安晚安 多喝热水早点睡 那种没用的啊 直接就先得到妹子的人 再得到妹子的心 不完套路 这样的神队友 你就说要不要吧 要要要要不要不要 要要不要不要 要要不要不要不要 喝喝 要要要不要不要 再来说一说乔峰 你以为她一脸震一脸 就不会撩妹了吗 啊 醋 她才是一等一的两枚高手 当她得知自己的绅士之后 痛不欲生 准备跳崖 可是阿珠妹子还没追上 所以她需要先等她一下 啊 乔大哥 你别下去 你别拉我 我不管你是汉人也好 气弹人也好 阿珠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离开乔大哥的 看完这里 你就明白了吧 也不想一想以乔峰的实力 她要跳个牙谁能拦得住 啊 以退为进 这才是辽妹的真正境界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辽妹也有失败的案例 悲情斗M有坦之 她作为阿子的奴隶 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却依然痴情 机缘巧合之下 捡到了一本绝世秘籍 一金金 迈入了高端玩家的行列 但她还是一副屌丝心态 快舔心中的女神 最终结局可想而知 就跟现实世界一样的 快舔是没有爱情的 与其花时间去应聊 不如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 哎 好吧 如果你们依稀感觉到有一点不得劲的话 那就猜对了 是的 这部星天龙玩家故事 衍生的网剧《半戒公主大人》里面 身为全服排行榜第一的蓝主秦斩 所到之处无人不恐慌逃走 因而也遇到了 刚进入这个游戏世界的小萌新女主 蓝主必然是带着妹子打怪躺着身体 还跟妹子一起做一上一下的运动 让妹子爽 爽了天 我说的是带她在空中飞 不要想歪了 这是一个纯美的故事 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下 手牵着手 秦斩趁进一把搂住女主 两人在空中无限做圆周运动 也就撩动了妹子的芳心 看起来像几回有问题 实际上却是函数问题 是不是又觉得不对经文呢 没有错 虽然你们猜中了开头 但是没有猜中结局 因为我真正推荐的是这款游戏 Yes 就是这款运营十年的网游 新天龙八部 它很好玩 很好玩 这是老板要说的 不然不给钱 它11月9日就在前天 推出了全新资料片 五亿纵粹 天龙八部 不不不 我我我我这一代的武侠 最经典的金庸 金庸更更宏大的江湖 五亿纵粹和拜见公主大人 11月9日同期上线 它很好玩 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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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力了